你有在修 行 嗎 有啦 那你做了哪些事情 叫做修行 日常生活中 什麼事 萬世大神 吃素食 所做的一切都叫修行 對嘛 全部都是啦 看經病的 事實上真的有嗎 想一想 你在教人 爭執的時候也在修行嗎 你在教人 討價還價的時候也在修行嗎 嘴巴上都講有 二又四中都要修行 都要修行 可是事實上 有在修行嗎 有時候有 有時候沒有 那有沒有什麼具體的事叫做修行 具體的事情 我們在佛堂都說要改毛病去皮器 請問您有改毛病去皮器嗎 改毛病 稍微有 20年前的皮器毛病現在還有嗎 改很多了啦 改很多了 那真的有認真在改善 以前你修現在比較不修行 但是 是不是有很多道歉 好像還沒有 還沒有 好 所以呢 厚學提出一個觀念 請問什麼時候修行 什麼時候才修行 剛才有人說 平常在家就要修行 那邊在家怎麼修行 生活就是修行 睡覺也是修行 真的喔 睡覺就是修行 我心裡不可睡啦 胡思亂講你就不可睡啦 真的嗎 可是每個人都在睡覺啊 每個人都在睡覺 都在睡覺 那大魚大肉 開洋飯會有在床 那是 他有在學習嗎 靜身可以 靜身可以 這個觀念齁 理清一下 理清一下 心情不好 都需要修行啊 都需要 可是後選齁 我們後選觀察我們的道歉 觀察啦 很多道歉的觀念是 我來到佛堂 才是修行 信念問題 但是我們的道歉 那可能沒有啦 但是我們有很多道歉 會有這樣的觀念 我來到佛堂 路馬是才是在修行 嗯 那回去之後 有沒有 可以修 隨時都有啦 好 好 然後你剛剛就提出一個 對 先鼓勵 我可以跟自己說喔 修行這件事 要有功課 沒有功課 你的修行 是口頭上的 講講而已 嗯 那不是 嗯 你沒有目標啊 你跟他講收入 你沒有目標 你不是說他講的而已嗎 所以修行一定要有功課 那這個功課呢很有趣喔 這個功課是來佛堂才有的嗎 不是啦 每天的日行功課 實實關照這一句話喔 或許的佛堂聽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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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 可是 就算我們前人演唱師 他們真的二六十種 都很OK嗎 不OK 哈哈哈哈 所以這樣叫不切實際 謝謝 我那時候滿德喔 不可以不切實際 我們真的要很實務的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 八一的寒老前等 他的修行 就有功課 每天實界生活 二十四條 他每天都在檢視自己 這二十四條有沒有換到那個後面 各位前前當高嗎 沒有 我們都隨緣隨的 嘴巴上講 有我有在修行 有我有在怎樣 而事實上 你做了你知道嗎 我知道 所以北山愛愛食物啦 食物 所以後選提出一個 第一個事情 叫日行功課 每天都要做的修行功課 好 那後選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聖佛 彌勒 彌勒菩薩的修行 等次不是等次 修行 修行持續 修行持續 這個時候學剛好 佛佛就有讀到 彌勒菩薩的修行的層次 第一個呢 叫 師良位 他有五個等次 第二個呢叫 家行為 第三個呢 叫 見到位 第六個 第四個 第四個叫 修行為 第五個叫 修行為 舊盡位 彌勒菩薩 他修行的次序是這個 啊 我們都說我們修彌勒法 對不對 嗯 對啊好 啊要不要跟著這五項去走 彌勒菩薩當初就是這樣拯救的 我們就跟著這樣子 什麼叫 資良位 各位先生 資良位叫 修行前的準備功課 那什麼 到底什麼樣才是 修行前的準備功課 兩個字 叫 福報 福報啊 你要去爬山之前齁 你要先買凳山用具 你要先去買 你要先去訓練你的體力 你要先去做什麼什麼事 你才能去爬高山 修行這件事也是一樣 你要修行之前 你要先用福報 福報不夠的人 他的生活 會困住他 他有沒有機會來跟他修行 思考一下 福報不足的人 福報不足的人 他光芒他的生活 他怎麼會有機會走入佛安來修行 好 第二 就算他的生活都無語了 沒有福報的人 怎麼會有機會坐在這個環體經文房 我們環體師都是這個論點在走 這個觀念在走 所以福報對我們來說重不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 所以叫支兩位 信願寫 支兩位要先去組了 然後進入到第二個叫佳行會 佳行會就開始如實的去做 這一些點點第一的福報的事情 他也沒有再有什麼功德 反正他就是點點第一這樣做 把他做的圓棒 第三個他才有機會 所以建道會 建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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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道會就是我們佛堂講的求法 建道會就是我們佛堂講的求法 那個慈濟功德會做的這麼好 為什麼我們不學學慈濟功德會 大家都有聽過這個故事嗎對不對 仙佛怎麼說 我其實以前就做過了 過去是我們都已經做過了 你這輩子才有機會來求的到 應該是他們羨慕你才對 怎麼你現在在羨慕他們 對不對 羨慕還後 很多人 把羨慕的話 聽到這邊就結束了 忽略了羨慕後面的話才是重點 各位前線 你已經都見到位了 請問你的資料跟佳行會 你們還要不要做 還要不要做 你不做 那你前面的功課就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所以先佛後面那一句話就是 是什麼 行善故事的事情 你們也要做 懂嗎 很多前線都把問題停在 應該是他們羨慕你才對 你怎麼在羨慕他們 很多前線都聽到這樣 所以就證明我們很厲害 實際功德會 在我們後面 我們比他們更殊勝 不對 阿伯那些故事還要等到 你們行善故事的事情 也要做 所以各位前線 或是要慢慢來各位前線 請問你有在行善故事嗎 比較健全 好 等一下來講 第四個叫修行位 修行位就是我們開始要走路修行 但是修行位 懂不容易 不容易啊 可能脾氣毛病真的有去改變了嗎 對啊你遇到這個事情 你真的有去修了嗎 所以不容易 那為什麼不容易 後選的解讀是 前兩個 不足夠 不足夠 所以很多前線 求完到就不見了 來聽了幾次課就不見了 為什麼 一 他本身福報不夠 可以來做的這個地方 領課 二 二 我們的火堂 福報不夠 可以留得住人才 對嗎 兩個 所以 現在我們要來製造機會 讓每一個人去累積福報 二 我們要製造機會 讓道場 累積福報 這樣呢 我才做得住 道場才留得住人才 好 那行上故事的工作 後選人問一下各位先生請問 請問你多久度失一次 思考一下 你多久度失一次 新村院布施一次 嗯 一次 一次 啊 彈 彈主有時候會叫彈主 廢 一個月一次 這樣加起來 13次 對不起 三道 啊 偶爾到場 那個募捐邀買公車 多一次 14次 嗯 14次 一年布施 14次 對吧 嗯 那後選人問各位前線 你有沒有辦法 每天都布施 有 想一下 思維邏輯一改變 你的整個修行的功課 你的修行的觀念完全都不一樣 你有沒有辦法每天都布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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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嗎 對嗎 然後呢 有一個 有一個那個他們的師姐 每個月為了要去收200塊的功德費 他花300塊的計程車 坐到山上去 坐到山上去 跟他收了200塊的功德費 又花了300塊的計程車費 坐車回家 去繳納200塊的功德費 各位前線 這樣是聖還是功 功啊齁 都說功的 我600塊不然你出出來 還給他400塊出來 對 對 實際上呢 怎麼說你怎麼知道 實際上你講 你做得到對 你不是報到他的情 你又報到他的心 你又報到你自己的佛心 這樣對不對 對啊 對啊 所以錢的多少 不是重點 重點是你發出的那一份善心的次數 對 次數啦 各位前線 我們在聽佛詩中 聽一個故事 叫做 兩魂為滿 千金為半 對嗎 那是怎麼兩魂錢是滿的 千金是一半的 心 心念 所以 你在投錢的 後學上次還有一個考校 有前線跟後學說 啊我先存完後 報仕一萬的 這一萬 好有到我來的 兩位 運營檔來開班的開銷吧 那是從這個觀念 各位前線 你來給我報仕 你今天來入班 你有故事 錢在補他嗎 啊錢錢就說 有了我先存了 我一萬 那一萬應該我圍一套 怎麼會 吃的 應該都綽綽有餘了吧 這樣對不對 嗯 喔 這樣說不對 所以你不說 所以你每次來佛堂 你享受了佛堂的資源 燈花 座位 冷氣 午餐 那請問你今天來入班 佛堂要花多少錢在你身上 嗯 你敢不敢 那你是在累積福報嗎 對 所以我們一心喔 從去年 我們整個非法 貴晉姐一直在跟澳洲講 我們要去推幌這個概念 推幌到每一個道清 每次回來佛堂 他都會主動故事 嗯 三十歲 可以嗎 可以 可以啦 一百塊可以嗎 可以 可以啦 對啊 所以第一個觀念 果一到清 腿到佛堂 就是要佛堂 就是要佛堂 啊但是要勾勾原動 勾勾原動 勾勾原動 那就是要讓人拍你的錢喔 所以要圓融 那第二個呢 是每天回去之後 這一個鋪滿 很重要 這個鋪滿喔 叫福田鋪滿 因為上面有一個坑喔 那請問各位前選 你每天打算投多少錢進去 最少五十啊 最少五十 五十五三四千五耶 我現在一個半 一公月要花一千五塊耶 好像有多少啦 好學到我們前選和德行公益 好學多少都會特別 重要是你投了幾次幾道 你投了 你投了幾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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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一塊 請問你要布施幾塊 兩塊就好 兩塊就好 不一定要三十二塊都投 兩塊就好 投下去 抖抖抖 引發了一次的三年 你一天就發了兩次的三年 一個月三十天六十次的三年 你一天就發了兩次的三年 一個月三十天六十次的三年 起慰歡的那一天請戴著你的鋪碼 來報答 Kerry班剛才是到十一點半 十一點半到十一點半 要唱什麼 唱歌 唱歌 歡義心女士 歡義心的後學 跟扁團師 帶著大家 布施作迴響 在這個牽線都可以跟你的顏目 那我們聽見 那後學有帶大家念 迴響的 願將志功的 回向天地 回向祖先 回向父母 回向友情走生 最後把它鋪滿給一團 你的功能像 你一個月 descub施的人 六十一隻 請問剛剛還沒有講這個之前 你一年布施幾次 一次 十四次 我 Bou obedience 巧克力 巧克力你說 找西藏 那你365天布施了幾次 365加上12個禮拜 再加上新春的禮職 再加上每個月的禮拜 一年後期的四百多年 各位先生 你沒有福報嗎 我都很懷疑 你一定有福報 那後選要跟大家見證 後選對統一發票已經整個頭弄那麼頂尾了 你聽到 後選帶著大家去執行福田路犯 兩個月而已 這各位後選對著四條 四條一千塊三條兩百塊 那當然這是見證的 不一定每個人都這麼好 可是後選深深覺得 福田鋪滿回來的 福報 勝得很快 勝得很好 所以福田鋪滿 後選就名字 這是愛想跟供電傳之 等下可以去跟他 講一下 等下十倍後選給他看一看 等下十倍後選給他看一看 關機機機 對 所以這個很好 好 那故事的第一個呢叫財師 財師對不對 財師 因果關係來說 你如果是後選之品 什麼東西會不會到你身上 錢啦 非常多後選說的嗎 當時是錢 讓你的心肚定關 啊後選就拿太財工 拿這千人口 那個後選 那個後選 你財師錢出去 最後錢就會到你身上 你的生活 會越來越 會越來越穩定 這樣看 第二個呢 財師的第二個叫什麼師 財師 財師啊 各位錢寫 不要看財師 日行動客 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怎麼每天都做財師 如今功德回憲 每天都去打電話嗎 剛剛有卡順 後選教大家 每天 送金作回憲 如果以 因果關係來說 你每天送金作回憲 什麼樣的果發 會回到你身上 智慧 智慧 想要想理由 每天送金 作回憲 你的智慧會越來越好 啊肚什麼經 救苦真經 彌勒救苦真經 彌勒法門 彌勒救苦真經 啊你如果真的彌勒真經 過不來 好想要安靠 五次正經 天太陽 很近 1、2、3、4、5 2、2、3、4、5 你每天只要念20次 回憲 給自己的冤親在主 這樣 冤親在主會阻礙你出外房修飯道 他會擋住你 走出外房修飯道 所以每天 送金作回憲 你的智慧會越來越好 那講到這邊歸淺顯 太好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已經去逐了 浮會雙修 所以我們在佛堂都在談 浮會雙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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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簡單了 浮天鋪滿 教職浮報 每天都愛做 要不是 每天送金作回憲 智慧越來越改 你每天都在浮會雙修 你說要想辦法 不會順利嗎 這樣 要來問一下 清空老師 然後 你怎麼用武士 你問一下 然後去相信 你會很順利 布施的第三個叫什麼 吳衛斯 吳衛斯是布施你的什麼 你的時間 跟你的 體力 當然是 以因果關係來說 做吳衛斯會有什麼樣的火爆 你布施你的時間出去 你會越來越長壽 這樣就這樣 因果 你布施你的體力 你會越來越健康 這樣就要做吳衛斯 所以你要去逐 浮會雙修 很簡單 就是每天做 這十件布施的功課 才是福田福蔓 幫助你每天做成事 第二 法師每天誦經做一項 保證你智慧大看 第三 你要讓你的身體健康 吃肉粒 就藏出來做吳衛斯 什麼每天做吳衛斯 吳衛斯 或是 後學有學生 說吳衛斯 那我怎麼每天做吳衛斯 吳衛斯 或是跟他說吳衛斯 很簡單 吳衛斯就是 你不求回報的去 幫助任何一個人 通通我叫吳衛斯 那後學又跟他們講 最好這個被你幫助的這個人 是 你的父母親 這樣你跟我的行小道 有啦 每天都在家裡面去 行小道 這個就是 最好的吳衛斯 各位請一請 那你跟我說 有啦 那你聽起來就跟我說 那我學說適合去練功的 那你會不會 我聽不懂 呵呵呵呵 對啊 所以我們慢慢做 真的 休息 不是很可能 還可以休息 真的要在家裡 一定要休息 可是你要有具體的作為 不是嘴巴上講講說 每天二十年都要來休息 要休息 不切實的 做一些 食物的工作 財事 房事物的 你的休息 你的休息 你的困難還亂用 可以嗎 好 那後選呢 不要擔任大家太多時間了 也超過一些些事情 那我們下一次期待上課呢 就是會 讓我們各組 上來報告一下 你針對 辛道清 你的具體的作為 你做了哪些事 不是 不是要來跟我們報告 你打算怎麼做 因為現在距離六月底六三多位 你要跟大家具體報告 這三個月 你針對辛道清 做了哪些事 要 一個一個 把它詳細的意思表說 這樣好不好 好嗎 好 那後選也不要擔任大家 還有時間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謝謝大家 好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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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起来 你只能在前到音空 呼到音空 你们要收拾 我们供陷我们的帮人还是带来收拾